接下來我們就要上我們的重點 叫做莫爾 6乘以10的23之方個叫做1莫爾 6乘以123的他的英文是mol1解顯成mol1 就差一個字母也不用解顯了 然後呢6乘以123之方個叫做雅伯家絕長數 為了紀念那位雅伯家絕大哥叫雅伯家絕長數 6乘以10的23之方個 任何東西有6乘以10的23之方個就叫做1莫爾 莫爾非常大 莫爾非常大 多大 我們假設1秒鐘可以從10到100 假設1分鐘有100秒 假設1小時有100分鐘 假設1年有1000天 好1天有100小時1年有1000天 那麼1年就會數到10的11次方 那你就要數到6乘以10的23次方 要需要6乘以10的12次方年 好才數多晚 數不晚 所以莫爾不可能用數的 因為你根本就數不晚怎麼辦 後面再說 好就是6兆米 宇宙誕生最誇張的數字是151年 剛剛是130幾億年 所以從宇宙開始到現在都數不晚 都數不晚 OK 好 數到地老天荒 你也數不晚 這是以前啊 一個補習班的人啊 補習班的同學 如果說 我跟補習班老師說 如果你給我一木耳的錢怎麼辦 啊 花不完 燒掉 他太看不起一木耳了 100萬新台幣高永遠幣 等於台幣一分錢 也就是1億高永遠幣等於台幣一塊 然後我有一木耳的高永遠幣 我就有這麼多錢 我就有6000兆 世界首付 世界首付 就算一木耳 就算一億高永遠幣 只有等於台幣一塊 唯有一木耳 我還是世界首付 我還是世界首付 而且 就這個 燒掉 你看看怎麼燒吧 10萬塊錢一點 體積還這麼大 你莫要這麼多疊 這麼多疊 這麼多塊 然後呢 面積呢 3.6萬平方公里 然後這麼多平方公分 可以鋪這麼多千元大 這麼多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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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麼多疊 可是總共這麼多疊啊 所以高度要多少呢 高度要這麼多疊 這麼多疊 那每一疊的厚度不一定嘛 新潮就到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把壓縮一點點 小一點 薄一點 一疊只有0.5公分那麼厚 那總共呢 有9.375x10的十二八十八公尺 大概900多公尺 台灣全島鋪滿高900公尺的千元大燒 你燒到塊 你燒到碗 你看你怎麼燒到碗 你怎麼燒到碗 所以我說那個 我中國卜白老師說 有溺免花唐怎麼辦 燒掉 蛤他太看不起什麼叫做 螢幕的 太看不起比較螢幕的 我們剛才說我們數不完 那我們為什麼找一個這麼奇怪的數字 6乘以10的23次方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手腳 我們讓一末的質量剛好就等於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我不用數的我可以用秤的 那原子量是23就表示一末那幾克 二十三克 一末那就是二十三克 OK 所以那硫酸的分子量是 分子量是98 所以一末有幾克?98克 所以我就可以把末跟質量連在一塊 以後我不用數的我用秤的 我就會知道它有幾末了 待會兒來計算一下